跟著海瓜子來搞休閒 大家好,我是海瓜子 今天,海瓜子要大家來搞什麼休閒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荒煙漫草 到底要來玩什麼呢? 沒錯,今天呢,海瓜子來接觸一個我從來沒有去接觸到的 就是鹿牙釣法 鹿牙釣法呢,這個其實就是從我們一般的 我們在釣耳需要用一些會動的 比如說像蝦子、鯨魚或者是一些粉耳之類的 開始衍生了另外一種釣魚的方式叫做鹿牙釣魚 那我今天來到新莊區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算是一個環河一段的區塊 地點的話,我會在PO在我的右上方這邊 讓大家來觀看一下 那比較特別的話,如果你今天想要來這個釣魚 你可以去上網搜尋 中港溪抽水站 中港溪抽水站的 稍微再往回來,我們來看一下中港溪抽水站 大概這個位置 你只要找到中港溪抽水站 往上走 我們這邊就可以去找到這個釣點了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主角的秘密釣點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尋找我們的主角吧 來回見 我今天要來拜師的師父 藥王富 嗨,你好 師父,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很特別的 藥王富,你釣路亞代多久? 25年 25年 你看看這個經驗豐富 如果對我這個新手來講 他今天一定會交到生氣 藥王富呢 他有一個YouTube的頻道 叫凝滋烏魚 我會把他的YouTube的一個連結 相關資訊會PO在上面 那如果有什麼路亞的問題 記得要到凝滋烏魚 問我們的藥王富 他一定會詳盡的幫你做回答 要從小技而已 要從小技 那,藥王富 我們今天用這個區塊的話 有建議用什麼樣的瓶兒來去做釣 今天我們主要對象魚 先講對象魚 對象魚 今天對象魚是泰國鯉 泰國鯉 泰國鯉魚 這種魚呢 他的習性 他會上來 一段時間上來呼吸 換氣 是 可能有機會的話 會踩到這個勁 你就會他一段時間上來換氣 吸口氣再下去 那因為他會屬於全泳層的魚類 他不見得都會 他在每個泳層他都會出現 那一般來講 受到驚慌當然會往下鑽啊 所以那時候就考慮用到底層 那個路牙 那你底層路牙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硬飾跟軟蟲 軟蟲類 那一般我之前的行間 以野廠來講的話 新手因為對環境不瞭解 盤管理會有過程 會不會管 那其實我就會建議 軟蟲類的 用軟蟲類的來做釣 他會比較 損耗力會比較低 當然鵝是用來掛的 每種鵝都會掛 沒有錯 記得鵝都是哪一種消耗品 對 只是說為什麼說 今天路牙釣法 是一個比較環保的釣法 是因為 它可以重複使用 喔 對對對 只要掛體的情況下 都可以重複使用 清洗之後 下次再拿出來所有釣法 所以它是介於 所謂比較環保的釣法 介紹我來釣量鵝做釣法 今天擔這個地點是第一次的 喔 我們都是第一次蒼鮮 對 然後因為 有它打到我們泰國裡 它在洗性裡面 它會缺用作 所以 一般來講的話 你看個人喜好 有人喜歡玩 炸水花 炸水花 對的話就是說 今天如果釣下去 它會跑水錶 看到 追上來 砰 炸水花 那個時候是水錶型的路牙 是是 水錶型的路牙 就是波巴 鉛筆 但是如果說是軟蟲類的話 可以選擇的東西 也很多 像那個 我之前 我常用的就是老鼠型的那個 軟蟲 或者是你可以用青蛙 青蛙類的東西 一般它們來講 就是雷蛙 用雷蛙類的 幫路牙來做釣 這種都可以 是是 那如果說你今天釣中泳層 你可以選擇用Mino 那原泳層搜尋 你可以用什麼貼品 那個亮片型的路牙 或者是那個 Vibration 就是戰友型的路牙 這些都可以使用 是是是 那一般青蛙來講 我會建議它用軟蟲 然後呢 你要釣水錶也可以 衝快一點就釣水泡 對 然後呢 加一點牽呢 它就釣水比較不適合 大概是這樣 了解 好吧 那我們二話不說說 我們趕快到野場裡面做釣吧 OK 來回見 可以 要解釣水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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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有什麼 我會見 可以 有什麼 沒有 一個 一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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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